我要你很好 耶 继续回到我要你很好的节目当中 那今天节目上面邀请到的是 奇美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 洪俊生洪医师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呢 洪医师有跟我们聊到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症状 还有一个他就是比较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不太会发觉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想请教一下洪医师 他的好发年龄大概是什么时候 因为既然我们不太会去发现的话 至少我们要知道 大概达到几岁的时候 就该去注意一下了吧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常常问到说 到底几岁你要该注意了 这过去的一些统计的结果来看 就是男生跟女生其实不一样 还有分男女 对男生呢 他好发年龄比较早 45岁 女生好发年龄是55岁以后 那可能是跟男生的 他的生活习惯那些有关系 一般男生抽烟的比例会比较高 女生好像比较低 对 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说 其实这个年龄都不一定了 他都有可能会提早 是越来越提早吗 没有因为医疗的进步而越来越延后 医疗进步只是为了治疗而已 但是他发病可能是跟整体的社会变化有关系 社会环境就是可能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作息方面 大家的习惯都比较差一点吗 就比较偏向于不健康 对 医院也比较容易买 那再来就是说 甚至会发现 他提早 甚至会到30岁 20几岁就有发病 这么早 对 过去我们医院也有发现 几个个案都是这样 但是通常那种 那些病患都有个特色 就是抽烟 对 所以有抽烟 三包 大概都超过十年 所以抽烟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肺部 其实心血管疾病也都是耗发在 就是平常烟瘾比较大的人身上 对 烟瘾比较大 特别是你家族里面 又有这个心脏病的一个问题 有你爸爸妈妈或是亲属 他有心脏病的 这些就代表说你的体质 这体质我们说就是基因 对 就是你的体质里面 是有血管动脉硬化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就加上抽烟 他就更加快 那时间就再往前提 所以心血管疾病 像刚刚医师说的也有遗传性的 也有遗传性的 像哪些方面是会遗传的 哪些方面 如果说就血管病来讲的话 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去检测 它没办法像说 一些遗传病 我可以检测说 它有带有这个基因 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因素底下影响的 所以他没办法说 那你爸爸有 你一定会有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如果他有代表说 你要注意 你有风险 所以你就要注意 如果你再不注意 那有可能 那刚刚讲到除了抽烟之外 熬夜也有可能成为高风险群吗 熬夜本身的影响的问题 生理的问题就是 你晚上没办法睡觉嘛 对不对 所以影响的层面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 你晚上慢慢长夜 你会吃东西啊 你吃的东西是否健康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熬夜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理是回馈的 就是因为他的 必须要撑过这段睡眠的时间 所以呢 你的脚管神经活性会拉高 那心跳会加快 血压会比较高 所以通常你熬夜了 隔天的血压就比较高 心跳会快一些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 一个受到一个氧化的压力 多多少少都有影响 对 氧化压力就等同 好像水管一样 氧化它就生锈 血管呢 其实它不是这样 它就会动脉硬化 所以常熬夜的人 也是要注意一下 对 注意饮食 注意休息 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 因为像刚刚医师说 其实我们一般 平常很难发觉说 自己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 想要关心一下 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样 简单的检测方法吗 一般如果说 你不是在医院里面的话 那平常在生活上 其实很难检测 不过可能要注意几个点 比如说你有在规则运动的 那很好 但是如果运动的时候 他运动到某个点 他就胸闷了 很紧或者是石头压到 我手麻刚刚提到一些症状 那种的话 如果休息他又改善了 这种你可能要提早注意 他不一定是 真的是运动引起 可能你的心脏有问题 那另外就是在工作 比如说一些腹中的工作 那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又胸闷冒冷 和医生所讲的症状的话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特别是反复出现的 如果是偶发性的 好久久可能才一次 三四个月才一次 搞不好只是一个 你筋膜拉伤 也有 也不少 这些病人 但是如果反复出现的话 他就一直在警告你 可能就是有问题 所以胸闷其实 刚刚医师有一直讲到 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 因为而且我们也会 常常忽略胸闷 想说休息一下就好了 对 但其实也许是一种警讯 一种警讯 对 那我们常常会在新闻上 或者电视上面看到 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 而猝死的这个案例 那像刚刚医师有讲到说 心血管疾病有分成 就是比较慢性的 还有这种 是不是就算比较急性的 对 大部分慢性病的 都会来做处理 都会来做治疗 所以一般来说 它导致急性的一个死亡 比例比较少 但是急性性肌肌塞呢 它的死亡的比率就很高了 它就是如果 急性性肌肌塞 在过去我们台湾同志的资料的话 住院当中死亡的 不算以后死亡的 住院当中死亡 大概5到9个percent不等 所以可能多的话 就是10个可能有一个病人 就会死亡 所以其实不少 比例其实不少这样 但是这样猝死的情况是 为什么会发生呢 那就提到 刚刚有提到说 它心脏的血管 它血管的阻塞 急性的大部分都是完全阻塞 完全阻塞后面就是 一点血流都没有 但是你心脏需要跳动 它需要血给它养分 养气 那在完全阻塞的状况底下 我们心脏就突然 没有血液供应 没有养分 那你看它要跳嘛 你没有养分 它可能就不跳 没有办法运转了 对或是乱跳 所以通常死亡呢 心肌肝在发病的时候 只要有三层病人 它会有初始来表现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血流完全阻断 然后心脏突然会产生 这个致命性的心理不整 或者心跳直接停了 就倒下来 它就初始了 所以现在房间 很多治疗的方案 就是有一个傻瓜电击器 很多地方都有 小红色的一个盒子 就是为了去治疗这些突发性猝死的病人 如果它都倒下来 血流完全阻断 致命性的心理不整 你可以用那个机器电击 让它心跳 暂时可以回到正常 你就有时间 送到医院去 不然你没有时间 你只要超过15分钟 脑部的血氧 供应阻断15分钟 它可能以后就不会醒来了 那这些猝死的案例 这些患者通常之前的身体状况 都是健康的吗 猝死的案例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 一开始没有意会到 它有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也都没有治疗 所以也许之前有一些 慢性的心血管疾病 但是没有去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那导致那个血管阻塞没有去通 对有可能是这样 但有部分的病人是 原本他的血管状况 就不是那么好 那那些病人其实就有猝死的危险 是 那这样子猝死的状况 通常是发生在 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比方说是剧烈的运动 还是说情绪太过于激昂 等等之类的 会导致有这样子的状况会发生 它耗发的时间点 倒是不一定了 不过就这样观察而言的话 其实耗发 即清晰耗发的时间 大概是清晨 然后再来呢 就是大部分 有些有部分呢 就是晚上饭后 就发病 早上饭后发病 以统计的资料来说的话 可能是早上比较容易发生 对 早上比较容易发生 可能跟这个 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个温度了 跟胶感神经的活性 有点关系 那这种急性的心血管疾病 它其实也不太容易预防 急性大概就没办法预防 只能赶快做处理 预防的话就是回归到说 心血管疾病引发它的原因 引发它的原因就是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病 抽烟 肥胖 这些问题 所以真的预防可能要针对 它背后的原因 一开始如果有知道的话 就好好控制 是 我们的生活习惯 还有我们的隐虚 等等的都是要去注意的 那心血管疾病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我们蛮常听到的状况 就是中风 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 中风是怎么样引起的 中风它引起的 的感觉呢 其实血体上呢 就是跟心肌梗塞几乎是雷同的 就是也是血管的阻塞 它里面有一个动脉斑块 那它都破裂了 破裂 对破裂了 破裂了之后就把血流完全阻断 那就产生后面脑部的血管的罐流 一边完全断掉 它就会产生一些神经血的症状 包括说手突然一边没有力气 嘴巴歪嘴巴血流口水眼歪 看不到东西 这些问题 但是它其实有三层 其实不是这个血管动脉引发的 有三层其实是心脏来的 很有趣哦 就是心脏呢 它产生血块 这个血块呢 它心脏是个帮补 它某一天它血管掉下来 帮补一打出去 第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脑部的分支 所以它就可能就飘上去 把血管堵住 对 那就不是脑部的血管引发的了 就是心脏才引发的 所以最近 大部分这些 比如说阿娜是不是每个人的心脏 都会有这些危险 那其实不是 特别是好发某一些 有心理不整的病人 心理不整 对 就是心防战动的病人 对 所以如果说 平常有一些心脏 心血管疾病的话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有中风的风险 有中风的风险 对 那中风它有前兆吗 中风它 大部分没有前兆 它是也是很突然的那种 它比心脏病还突然 对 因为它就是脑部 它其实没有 本身的没有 没有知觉 不像心脏 心脏还有知觉 所以它会有心脚痛 脑部一般就没有 但是有些很轻微的中风 你要注意 对 它反而是以轻微中风来表现 如果你说前兆的话 就是轻微中风就是 刚刚有提到 它 某一天 手怎么 马或者是不能动 等一下它又 又恢复了 或是眼睛它看不到 突然又恢复了 这样就是轻微中风的症状 轻微中风的症状 或者嘴巴外一边 它等一下又好了 它会自己好的 这些中风人要 这些其实就是中风 小中风 对 这个要注意 因为如果不理它 它之后会发生 越来越严重 对 有可能会发生大中风 那大中风 你神经血的问题 是不是能完全恢复 都是一个问号 对 跟你求 跟你来医院的 发病到医院的时间有关系 越早 它恢复的机会越大 对 那今天节目最后 洪医师是不是还有其他 关于心血管疾病 这方面的建议 要来告诉大家 心血管疾病 其实 大家刚刚提到说 都会导致一些 严重的一个事件 其实主要就是预防 预防生育治疗 对 所以 你要很好的一个 健康的生活习惯 运动 蔬菜 要多一些 那如果说你原本有抽烟 最好是不要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血压又比较高 或血糖又比较高 血脂肪 这些要好好的控制 是 那相信呢 今天听到 洪医师这段专访之后 大家就是 对于心血管疾病 都有一定的认识了 那也希望呢 大家就是听完 这一集节目之后 好好的检视一下 自己的生活作息 不要让自己成为 高风险群了 我们今天呢 也再次的感谢 奇美医院 心脏内科主治医师 洪俊生 洪医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